小平同志的治疗 你要亲自去安排 如果出现任何问题 我要拿你试问 四人帮粉碎后 大家都希望邓公能出来主持大局 然而没过多久 邓公却因为突发疾病病倒了 这天高医生接到电话 急匆匆地从家里赶来 在一阵初步检查后 将邓家人叫到了外面 原来邓公得的是前列泄严 病情十分危急 需要马上住院治疗 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 但此时邓公正处于政治隔离期 不能公开露面 因此这个要求刚提出 就被留心拒绝了 无奈之下 卓大姐只好让医生想想其他办法 很快高医生便采取了应急措施 利用车上的设备 做一个临时的倒尿处理 然而邓公的病情依然不容乐观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突发情况 因此必须要有专业的护理人员 24小时陪护在病人身边 为了不耽误治疗 高医生随即提出要留下来陪护 这不符合规定啊 包括你来到这里都要保密的 回去都不能被任何人说 众人听后又是一阵茫然 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 邓公的小女儿毛毛 突然表示自己是学医的 应该能够帮忙 其他人也立刻表示 可以在自己身上练血打针 随后高医生便和大家一起 到车上拿药品和器械 让邓公再加治疗 不过简单的临时护理 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邓公的病始终不见好转 眼看在加治疗已经行不通了 卓大姐只好 求助叶帅 叶帅得知此事后 已是心急如焚 他立刻致电刘欣 顶着巨大压力 将邓公安排到了医院 为了保护邓公的安全 叶帅还让刘欣清空楼层 对医护人员进行了 保密工作的教育 此外还清点 密药外科专家吴切平 作为主治医师 随后 刘欣再次强调 邓公的身体特殊 即便是下楼晒太阳 这样的小事 也是不允许的 叶帅只是 必须要精心护理 精心治疗 严格保密 注意安全 安排好一切后 医生们便开始讨论治疗方案 考虑到邓公已经70多岁 如果进行手术 必然风险很大 但如果保守治疗 病情得不到根治 很有可能会反复恶化 医生们也陷入两难的境地 邓公的身体健康 不仅是个人的事情 也关系了国家和人民 他们不敢妄下定论 最终商议后 决定向中央寝示 没过多久 邓公就在家人陪同下进入了手术室 卓大姐握着他的手 让他一定要挺住 我们全家人都在这儿等 手术十分成功 叶帅天后特别高兴 随即让警卫员被车 到医院看望邓公 住院这段时间 中央恢复的邓公看文件的权利 不少人前来看望他 希望邓公早日康复 尽快付出工作 吴院长看到最近人来人往 十分热闹 他清楚这是人心所下 因此并没有出面制止 只要小平同志的身体没问题 那就多见着 我这儿没问题 放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邓公的身体渐渐恢复好了 叶帅派小儿子到医院接邓公见面 不过医院专家组全部都不知道 卓大姐得知此事后有些担忧 便提打电话给叶帅 核实情况后再出发 邓公知道叶帅向来谨慎 他安排好的事情不会有差错 于是果断穿好衣服准备下楼 走时还不忘开玩笑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一段更精彩 这天秘书佼佼走进办公室 向周总理汇报了一个坏译消息 江青同志突然将护士小赵 打成了三反分子 此刻还在房间发脾气 周总理听后十分担心 立刻把工作搁在一边 前去查看情况 江青一见到周总理 就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 原来就在下午 小赵按照医嘱给江青配好了药 这次江青突然嫌小赵做事毛手毛脚 不仅大发了一瓶不吃药 还给护士扣帽子 让他赶紧滚出去 周总理知道江青是在屋里取闹 但还是耐心地劝说他不要激动 江青要求换一个护士 周总理向来温和便迁就了他 为了避免江青再找理由 还提议让他自己选 没想到江青得寸进尺 竟然想把照顾总理的小徐调到自己身边 随后周总理便一脸疲憊地走出门外 让警卫员立刻给小徐打电话 江青这里需要他 秘书担心把小徐调来 总理没有人照顾 心里有些不情愿 周总理看出了他的顾虑 于是连忙安慰他 秘书立刻拨通了小徐的电话 让他赶紧收拾东西来江青的住处 小徐一下子紧张起来 他了解江青的脾气 要是去了那里 指不定要受什么委屈 但他更担心周总理为难 于是强忍着心中的难过 答应了工作调动 后来小徐来到会场 带着不安的心情前去报道 其实秘书心里十分忐忑 此刻他正在门外来回踱步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小徐刚进去一会儿 就满脸笑容的出来 而且还兴高采力的说 自己不用照顾江青了 秘书心里很是纳闷 于是询问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见首长之前 秘书见他眼睛哭肿了 便建议他到卫生间 用冷水洗洗脸 当时正是冬天 非常的 所以小徐的手艺变得冰凉 江青和他握手时 突然改变主意 不要他照顾了 小徐和秘书不禁相识一笑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无意中的一个举动 竟把小徐从火坑里救了出来 故事还没结束 请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你放屁 洪学志将军即便是犯了错误 他仍然是共和国的上将 是一个老革命 洪学志因为在庐山会议上 公开支持彭老总 坚持不说假话 被下放到吉林省农机厅当厅长 他的到来如同洪水猛兽一般 人人都避之不及 更有甚至还落井下石 以极为轻视的态度 对待这位开股上将 他刚到吉林时 办事处的汪处长不请事 也不报告 随便打发个人 就将洪学志一家 安排到了一间破败的房子里 当时他们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因此并未有丝毫抱怨 坦然接受了这一切 第二天洪学志一大早就跑去生理报道 没想到眼前的周省长 竟然是自己昔日的老部下 不过此时他已经改了名字 头发花白 差点没认出来 两人久别重逢 兴奋地相互拥抱 不过看到老书长突然出现在吉林 还成为了自己的下属 周省长十分纳闷 洪学志并没有说出真实原因 周省长立刻意识到其中的缘由 于是也不再追问 后来他来到老领导的住所 结果发现 家里连个像样的珠子都没有 他不愿看到昔日的救命恩人 遭受这样不公的待遇 于是将汪处长叫过来 狠狠训斥了一通 汪处长 洪学志将军从北京来吉林省工作 按理我们省领导要亲自去接 你不但没有汇报 却自行去接站 你又把他安排到简陋的房子里 你是怎么想的 汪处长借口洪学志犯了错误 担心连累周省长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才自作主张 没有请示领导听到这话 周省长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他当场怒斥道 洪学志将军是一个老革命 即便却犯了错误 也仍然是上下 汪处长这么做 不仅是对洪将军不公 也是违反正常的接待规则 洪学志将军 他曾经走过长征 打过日本鬼子 解放战争的时候 他是一个军的司令员 从东北打到海南 抗美援朝的时候 他是副司令员 打败过美国的军队 他出生入死 为建立信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现在仍然是一个老革命 而且还是正经八百的厅长 王处长顿时羞愧不已 后来周省长重新为洪学志以下安排了住宿 平时在生活和工作中也是百般照顾 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在当时是十分危险的 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被牵连 然而周省长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他深知洪学志绝对不会背叛组织 所以不管朋友下属怎么劝告 他都坚持和洪将军正常往来 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帮助 这天洪学志和周省长正在下棋 汪处长突然过来汇报工作 不过当他看到洪将军也在时 便支支吾的找了个理由匆匆离去 周省长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赶紧跟了过去 果不其然 北京那边传来的通知 周省长看到上面的内容 立刻变了脸色 虽然周省长什么也没说 但还是被洪学志一眼看穿 洪学志担心连累周省长主动提出 要和他保持距离 可周省长却不以为然 他将文件递给洪将军 提醒他要做好准备 可能会面对更大的风暴 洪学志仔细阅读完文件后 顿时眉头紧皱 连连说了几句不可思议 不过他并不在意 自己未来将会面临怎样的苦难 甚至还滔滔不绝地 想起了六安瓜片茶的烤制过程 他告诉周省长 瓜片茶之所以有滋有味 是因为经历了81次烘烤炒制 而人生就像茶叶一样 也需要磨砺 有一天我去见了马克思 我还可以说 我这一辈子 我活得是有滋有味 我没有虚度年华 我问心无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